台湾气喘患者超过200万人 台湾胸腔剂重症加护医学会与中华民国诊所协会全国联合会在健保署指导下 于2020年5月起推动健康肺气喘卓越计划 全台400家气喘认证照护机构共同响应寒瓜基层诊所半数气喘病患 其实这样的病人留在社区照护是最完善的 因为我们可以对他急切及时的照护 所以这些病人在我们手上我们会按照规则性的用药来伸接或降接 但是一旦发生一些急性的感染或者是急性的发作 那我们会把这些病人转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些 跟上级的一些医学中心等等 计划中利用电子化气喘个案管理平台 有助于大大提升气喘照护品质 其中全民健保气喘医疗给付改善方案 纳入近五成病患共计三万四千多名 如今气喘照护趋势在于减少气喘急性发作 患者的疾病卫教与医疗院所的追踪关怀 两者互相配合才能有最好的照护品质 这就需要我们卫教师来帮忙他 让病人真正的了解其实气喘是一个慢性病 他需要长期的被照护被追踪 然后跟我们密切的合作 也许一个月三个月他病人用药的情形怎么样 呼吸的情形怎么样 其实我们经过平台跟病人有一些关怀系统 双向的一些利用平台的沟通 这样的病人的回诊率就会好很多 2020年最新气喘治疗之音指出 一年使用超过三支短孝急救吸入剂 将大增气喘恶化风险 然而计划中病患依赖短孝急救吸入剂 而导致气喘控制不佳的情形 整体使用率也降低达25% 医师强调气喘应从日常保养着手照顾 依赖这些短孝的萨把用多了 其实对气喘的伤害甚至造成一个极限发作 或者致死率其实都是很大很大的危机 好好的教育病人 真的是要好好的用控制型的类骨醇吸剂 而不是太过度的依赖 这些短效的气管扩张剂 吸入型的类骨醇跟我们一般印象里面 口服的类骨醇是不一样的东西 它其实全身吸收的量非常的少 它直接作用在气管的黏膜吸收以后 就会有控制发炎的效果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长期使用 控制气喘是长期抗战 期盼在气喘照护网院所共同照护下 提升患者治疗控制及生活品质 秋冬来临 提醒患者留意温差及空污问题 保护好呼吸道 记者球门生新北采访报道